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香港股市在2024年迎来了一个糟糕的开局 中国比亚迪BYD在2023年将全球销量提升62% 达到300万辆汽车 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2023年全球工厂活动已疲软的基调结束 这表明任何转变都需要时间 泰国和中国同意免签旅行 为旅游业复苏提供助力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香港股市在2024年迎来了一个糟糕的开局 日经亚洲 2024年首个交易日 中国和香港市场开盘下跌 香港的主要股指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5% 而上海和深圳股市的中正300指数下跌1.3% 对北京打击科技行业和持续的房地产低迷以及生产活动 放缓和消费疲软的担忧 都导致了市场表现不佳 腾讯控股在12月22日发布限制游戏消费的草案后 市值缩水460亿美元 但其股价在此次交易日上涨了1.0% 这次交易日的资金外流是继2023年外国投资者 对A股的年度净投资创下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之后的又一次 电动汽车行业也遭受了损失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香港和深圳的股价分别下跌了2.3%和2.7% 然而旅游和休闲行业提供了一些亮点 澳门赌场运营商在澳门政府宣布 12月份博彩收入同比增长433%至23亿美元后 股价上涨了0.8%至4.9% 中国比亚迪BYD在2023年将全球销量提升62% 达到300万辆汽车 日经亚洲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报告称 2023年全球销量达到了302万辆 较上一年增长了62% 电动汽车EV销量增长了73% 达到了157万辆 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增长了52% 达到了143万辆 比亚迪在海外销售了超过24万辆车 占总销量的8% 其中东南亚和欧洲市场对此增长做出了贡献 比亚迪2023年的销售数据 使其达到了日本林木汽车的水平 然而 比亚迪在香港和深圳的股价在公告后下跌 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金融时报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已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2023年第四季度创下了52.6万辆纯电动汽车的销售记录 比亚迪的崛起反映了传统汽车制造商在适应消费者对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的偏好方面的困难 该公司现在正专注于寻找新的市场 包括欧洲 在2023年 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超过300万辆 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因此自称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世界冠军 特斯拉在2023年的年销量为181万辆 2023年 全球工厂活动已疲软的基调结束 这表明任何转变都需要时间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系列工厂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 2023年12月 欧元区工厂连续第18个月收缩 而亚洲制造业强国受到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的打击 2023年的疲软收官挑战了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 并表明今年的任何转机都需要时间 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从11月的44.2 小幅上升至44.4 但仍远低于表明增长的50大关 泰国和中国同意免签旅行 为旅游业复苏提供助力 彭博社 泰国和中国已经就互免签证要求的双边协议达成一致 泰国总理 斯拉西斯艾维森表示 中国游客在泰国的签证需求将超出目前的临时计划 截至2月29日结束 而中国也将给予泰国游客同样的永久特权 2019年 中国游客占到了泰国4000万游客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2020年的2800万游客中只有350万是中国游客 泰国将永久免除中国游客的签证要求 南华早报 泰国和中国宣布从3月起永久免除彼此公民的签证要求 这一举措预计将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业并提升两国关系 泰国严重依赖旅游业 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客人市场之一 2023年 泰国迎来了2800万外国游客 创造了349.3亿美元的收入 该国最初计划在2023年吸引500万中国游客 但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担忧 此外 八家新的泰国航空公司计划于今年开始运营 因为该国预计休闲旅游的持续复苏将吸引约3500万外国游客 尽管在香港网球公开赛中遭遇失败 但科尔曼 黄队这个特别的夜晚感到非常高兴 南华早报 香港网球选手黄泽林表示 尽管输给了诺伦佐穆塞蒂 但他对自己在中国银行香港网球公开赛上的表现感到满意 黄泽林获得了一张外卡参加他的首个ATP级别比赛 他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年 并且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进步 他正在正确的轨道上 穆塞蒂表示对黄泽林的表现感到惊讶 并支持他在未来进一步提高 黄泽林计划下周参加泰国的一场ATP挑战赛 特斯拉在季度电动车销量上落后于中国比亚迪增长放缓 彭博社 特斯拉在2022年第四季度交付了484,507辆车 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然而中国比亚迪公司在同一时期销售了52万6409辆纯电动汽车 超过了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领导者 特斯拉的销售主要受到其更昂贵的Model Y和Model 3的推动 而比亚迪的销售则受益于其在中国更广泛的更便宜车型 尽管超过了全年交付180万辆车的目标 但特斯拉未能达到一年前 埃隆·马斯克所宣称的上线情景 当时他声称该公司有能力生产200万辆汽车 特斯拉的股价在这一消息后上涨了约1%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在2023年末大幅增长 彭博社 根据邮轮跟踪数据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量已经达到自11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四周平均出口量在截至12月31日的四周内达到了每日346万桶 每周流量上升至每日378万桶的7个月高点 然而四周平均出口量仍然比莫斯科用于减少联合原油和产品出口的基线少了12万桶日 俄罗斯表示将进一步削减石油出口 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减少30万桶日的出口量 根据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的说法 这一减少将在原油出口和精炼产品之间进行分摊 孟加拉国大选的困境 外交官 通往2024的道路是Beyond The Indus的一系列选举专题报道 分析了即将在南亚地区举行的选举 首次讨论的选举是在孟加拉国现任总理谢赫 哈希纳领导着一个专制政府 而反对派决心挑战他 文章还探讨了孟加拉国的选举历史 以及外国势力在选举中的角色 日本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55人 许多人被认为被困 日经亚洲 日本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 造成至少55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和失踪 政府已经派遣紧急救援队前往灾区 但许多人仍然难以抵达沿海地区 那里的人们被困在被毁的房屋下 这次地震初步估计震级为7.6级 导致西部沿海地区的人们纷纷逃往较高的地方 因为海啸浪潮将汽车和房屋冲入水中 许多铁路服务和飞往受灾地区的航班已经暂停 超过500人被困在因损坏而关闭的能登机场 塔利班指责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公民在阿富汗发动袭击 外交官 根据阿富汗国防部长穆罕默德 亚库布 穆甲西德的说法 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公民对在阿富汗发动的袭击负有责任 尽管他没有提供具体数字 穆甲西德声称 数十名塔吉克斯坦人和20多名巴基斯坦公民在塔利班行动中丧生 他还赞扬了塔利班的安全部队 称他在2023年阻止了99%的从阿富汗走私的资金、珠宝和货币 并声称伊斯兰国的袭击减少了90% 穆甲西德否认巴基斯坦声称 阿富汗领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安全避风港的说法 加强中美关系的任性 外交官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瑞安 哈斯的一篇观点文章认为 美国应该致力于维护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常国际体系 而不是孤立中国 哈斯认为 中国尚未完全摆脱对现有体系的依赖 其崛起与其融入世界和全球机构相吻合 他建议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应该有明确可行的目标 获得国内支持 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使用武力 哈斯还提到了习近平之后的生活 并暗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将需要决定是融入全球经济 还是转向自力更生 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限合作关系 这篇文章提出了华盛顿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选择 并建议一个有弹性的双边关系是避免冲突的必要条件 这将需要找到可持续和互利的合作机制 日本地震造成48人死亡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BBC 新年第一天 一场强烈的地震袭击了日本 造成48人死亡 这次7.6级地震导致房屋倒塌 建筑物起火 道路严重受损 使得救援服务难以到达幸存者 日本首相岸田门雄下令军队人员加入救援工作 军方一直在向那些不得不离开家园的人们提供物资 政府表示 有57,360人被疏散 余震在周一和周二持续不断 引发了进一步地震的警告 亚洲杯什么时候开始 英国独立报 亚洲杯将于1月12日至2月10日在卡塔尔举行 届时来自亚洲各国的球队将争夺冠军 卡塔尔是未免冠军 也是本届比赛的东道主 他们将努力捍卫自己的冠军头衔 日本是该比赛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 是赛前的热门球队 他们将争取第五个冠军 其他值得注意的球队 包括由热刺的孙新敏领衔的韩国队和2015年冠军澳大利亚队 比赛将在卡塔尔的九个体育场进行 包括热刺的孙新敏 刚齐胜斯和远腾行在内的几名英超球员将参赛 日本是夺冠的热门 其次是韩国 澳大利亚 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2024年的开年对于中国和香港股市来说并不顺利 担忧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打击 房地产低迷 生产活动放缓和消费疲软等因素 都导致了股市的表现不佳 不过 旅游和休闲行业提供了一些亮点 澳门的博彩收入同比增长433% 带动了该行业的股价上涨 接下来 比亚迪在2023年的全球销量达到了300万辆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这反映了传统汽车制造商在适应消费者 对更便宜电动汽车的偏好方面的困难 比亚迪的成功在于其更广泛的产品线和更便宜的价格 尤其在中国市场表现出色 另外 全球工厂活动在2023年已疲远的基调结束 这表明任何转变都需要时间 欧元区工厂连续18个月收缩 亚洲制造业受到中国经济不均衡的影响 这对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构成了挑战 并且表明今年的转机需要时间 此外 泰国和中国已经达成互免签证要求的协议 这对旅游业的复苏提供了助力 泰国对旅游业高度依赖 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客人市场之一 这一举措预计将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业发展 提升两国关系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新闻 中国的黄泽林在中国香港网球公开赛上的表现令人满意 塔利班指责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公民在阿富汗发动袭击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增长 孟加拉国的大选困境 以及日本的地震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 股市 汽车行业 工厂活动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 但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应该保持乐观和幽默的态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